欢迎来到88娱乐亚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成一平莲花楼成去年人气王 新剧英雄志年底有望开播 成一新剧来袭英雄志是否迎来开播曙光 涨粉562万的武侠男神在先热潮 自从成一去年凭借莲花楼一举爆红 吸引了562万粉丝后 他的演艺事业变马不停蹄 势不可当 他一口气接下了英雄志 狐妖小红娘王全篇 《富山海》和《长安24G》四部大热古装剧 可见他为塑造更丰富的角色形象 不断突破自我 然而成一与李依同主演的英雄志 虽备受瞩目 但因种种原因一再延播 近日传出女二章加尼已解禁 给了这部卡关16个月的武侠 拒致一丝希望 那么英雄志是否能如愿在年末顺利播出 成一的粉丝与武侠迷们满怀期待 一场江湖风云即将拉开帷幕 一英雄志开拍曲折之路 从偷跑拍摄到风沙风波 成一与李依同主演的英雄志 改编自台湾作家孙晓的同名小说 这部小说因其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 拥有如同清明上河图般的波澜壮阔 深受疏迷推崇 然而英雄志从筹备到拍摄的过程 却经历了波折不断的坎坷 一 偷跑拍摄遭举报 英雄志在还未完成正式申报备案前 便开始了拍摄工作 结果引发了争议 遭到举报 该事件为后续的播出埋下隐患 使得这部作品不得不延缓制作进度 然而 这段波折经历并未浇灭观众的热情 反而更让人好奇这部 被称为江湖之志的武侠作品 究竟会带来怎样的视觉盛宴 2 女二张嘉尼被封杀风波 去年 参演英雄志的女二张嘉尼 因为朝圣韩国女团Blackpink成员 Lisa的巴黎封马秀而遭封杀 据传 这场风波让她被封杀长达一年 参演的多部作品也受到影响 英雄志在杀青后因这一事件卡关至今 粉丝们只能交集等待 然而 随着最近传出张嘉尼已解禁付出英雄志 终于迎来希望的曙光 播出计划也被再次提上日程 2 诚意的武侠男神之路 从仙侠剧到武侠的成功转型 1 吐血专业户出圈莲花楼一举爆红 诚意凭借仙侠剧一度被称为吐血专业户 但她并未止步于子 而是通过在莲花楼中的表现 成功转型为一位硬派的武侠男神 在莲花楼中 诚意以行云流水的打戏和对角色的深入诠释 展示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硬汉形象 俘获了无数粉丝的心 成义去年凭借莲花楼狂涨562万粉丝 微博数据一路飙升 成为人气榜上的佼佼者 2 从舒适圈走向英雄制 李依童与成义的首次合作 确定揭演英雄之后 成义迎来了与李依童的首次合作 这对新鲜CP引发了众多关注 李依童倾心脱俗的演技与成义形成了良好的化学反应 花絮一惊曝光 网友便惊呼两人CP感爆棚 而成义一改以往的仙霞路线 挑战更具深度的角色 不仅是自我突破 更为观众带来了耳目一新的荧幕体验 3 英雄制 一场群像演绎的武侠盛宴 1 以羊皮卷位开端的江湖传说 英雄制开篇便以一张神秘羊皮卷位影 故事在朝堂与江湖间展开 讲述了一系列关系错综复杂 高潮迭起的事件 与传统的武侠剧《不同英雄制》 是一部典型的群像剧 每个人物都有其独特的成长轨迹 乱世之下 每个角色都面临着自己的命运抉择 正因如此 整部剧集不仅充满了江湖侠义 家国情怀 更蕴含了爱恨交织的人生哲理 2 金庸风比古龙世 江湖唯有英雄制的传说 孙晓的小说被誉为是具有 清明上河图风貌的武侠小说 书迷们甚至流传金庸风比古龙世 江湖唯有英雄制之言 这句话既是对英雄制文学价值的高度评价 也体现了读者对这部作品的珍视 小说将古代江湖中的快意恩仇 融入历史背景 既满足了武侠迷对江湖的幻想 又增添了历史的厚重感 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 4.成毅的多部新剧 备受期待的国产剧之旅 成毅近年来不断尝试突破自我 除英雄制外 还接连出演了狐妖小红娘王全篇 《赋山海》和《长安24G》三部古装大剧 展现了其极强的角色塑造能力 1.狐妖小红娘王全篇 2.打李依童爆发甜蜜CP感 继英雄之后 成毅和李依童再度搭档 出演狐妖小红娘王全篇 引起了粉丝的高度关注 据悉 拍摄过程中两人甜蜜互动不断 二人之间的默契配合 使得角色更具真实感 展现了成毅在古装甜宠题材中的新一面 这部剧的补拍消息也令粉丝 更加期待成毅的精彩表现 2.赋山海 热血青春与意识探险的结合 在赋山海中 成毅将带领观众穿越到奇幻意识 与诸多伙伴一起展开一段 热血激昂的探险之旅 这部剧注重人物的成长与冒险精神 成毅所塑造的角色充满了青春的活力与不羁 为其增添了全新的戏路 3.长安二十四季 历史风云中的智谋不易 成毅出演的长安二十四季 则是一部以历史背景为主的谋略剧 这部剧着重展示智谋与斗争 成毅将在其中展现智勇双全的英雄气概 与剧中的朝堂不易精彩分成 这一角色无疑是对成毅演技的一大挑战 也让粉丝们期待不已 五英雄志即将开播的传闻 剧迷能否如愿以偿 近日 随着张嘉尼的解禁消息传出 英雄志剧组也开始加快推进首播计划 若一切顺利 这部卡关16个月的武侠剧或将在年末与观众见面 剧迷们纷纷在社交平台上表达激动之情 期待着在屏幕上再次见到成毅的精彩表现 成毅凭借莲花楼成功转型 步入了武侠男神的行列 而他皆演的多部国产剧 无论是剧情设定还是演员阵容 都令人期待 在江湖纷争与儿女情长中 成毅将为观众呈现出怎样的英雄志 年末档期或许将揭晓答案 成毅的粉丝们敬请期待 武侠迷们也将重温江湖豪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